大致上就這樣,這個遊戲我自己的評分是評幾分呢?你猜不猜到呢? 即是十分滿分 好了,現在是評遊戲時候了 那麼這裡直接開始評,他會不會剪出來做一條影片呢? 首先我直接說,這個遊戲,首先這隻Steam的解謎遊戲 我直接是給9.5分,我本身打算給10分 但我發現這個遊戲有缺陷就不可以給10分,為什麼呢? 首先我在遊戲途中不停說,因為這個遊戲有些位置很不方便 即是那些按鈕太少了,即是你可以按鈕太少了 因為很多時候你打開了一本書之後,你不小心掀了兩下之後 因為你想去看其他人物的故事,你就會跳到另一個位置 即是你想看回憶的時候 然後你想回到那一版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沒辦法回到那一版 那這件事我覺得很不方便 即是場景跳的位置是很不方便,可能是作者故意這樣做 因為你想去某一個場景的時候,你需要靠自己的記憶力或者看地圖 但你也要知道那件事發生在第幾章,否則你找不到那個位置 我覺得這件事我不知道是作者故意做還是怎樣 但對於一般人來說,我覺得這本書的設計很不方便 所以這個位置我自己覺得一定要扣分 那這遊戲為什麼可以這麼高分呢? 首先這遊戲其實是賣故事的遊戲 我覺得那個故事其實我覺得都收貨了 我覺得OK的 絕對沒有問題的 雖然結局我有點瑕疵 即是他有些位置沒有解釋 這件事其實我不太喜歡 我也有點不喜歡 因為我自己的人是比較喜歡的一個故事,最後一定要解釋清楚一點 你可以留一點點迷,但你不可以留一些很重要的省田 即是要填省 我覺得他有些位置填得不夠好,但整體來說 他的故事的氣氛和 他的編排其實都挺引人入城的 加上玩的部分就是解謎,其實我之前也說過這個遊戲有一點像這個數毒 即是這個數字遊戲 你需要不停去填一些很明確知道身份和死法的角色 然後 用這件事推敲和排除法,你就可以猜到其他人的身份 還有這個遊戲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遊戲以外其實很考慮一些知識 很簡單 首先如果你本身對航海比較熟悉的話 其實如果你夠厲害的話 單憑服裝你已經可以知道他們的身份 即是知道大部分人的身份 即是你知道這些一定是水手 穿這些褲子 一定是幹部級以上 對 還有他這個很巧妙地在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的提示 例如這個舵手 我會直接,即是你突然間 你發現的時候突然間好像是玲剛那樣 對呀,這個拿著的掌桌,他就是舵手 對不對 然後你又可能會發現到 即是他穿著這些衣服,一旦是屠夫,一旦是醫生 這個是醫生廚師 他們兩個坐在一起 然後你又發覺 站在四座旁邊的,很自然就是這個四座勤務員 遊戲中有很多這些蛛絲馬跡都可以令到你,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敲 我覺得這個,但他有一些部分有些迷的確是挺滅亂的 我記得手臂上有紋身那個 以及看吊床有一個叫李傑的水手,因為我認得他最密 認得他最密 這些位置我覺得是有點過份的 但我覺得都算是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簡單來說,這個遊戲其實是考你的邏輯思維,邏輯推理 合不合理,以及觀察力 夠不夠細心 我自己覺得擅長的就是推理,邏輯推理上 但我自己最大的缺點就是觀察上我是不夠細心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有些位置如果不是有人提的話,基本上我是未必留意到 還有這個遊戲有另一個特色就是 但是他這條船的人有很多不同國籍 他就要根據那個年代說的畫 很多時候,例如瑞典、俄羅斯、敏南畫 其實如果你沒有相應的知識,我覺得很難 因為你不能Google 他打了一些俄文,你是Google不到的 你一打不到那些俄文,你怎麼Google呢 是不是 都可以的,你可以打了那句話之後用Google翻譯 看看俄文都可以的 但你本身不知道是俄文的話,你不知道應該翻譯是甚麼語言 你明白我說甚麼嗎?你打了你走開的俄文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說俄文 他是說瑞典還是英文,還是法文,你不知道 我覺得這件事是考慮你相應的 不同的知識 我覺得這遊戲是 一條二,我覺得如果一個人玩是很難玩 你的遊戲絕對很難玩 因為基本上需要一些不同的知識才可以 但我自己覺得是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便宜 但只有幾十元而已 即是五十多,五十多,六十元 即是你當體驗一個故事,或是看一場電影 即是加上都可以玩一下 他解謎的難度合理之內 而且他有一個最容易的地方是甚麼? 如果你猜對了,你可以打了 你猜對了,他自己會當你對 即是你不需要猜對了六十個人一次過 即是你每猜對了三個人,他就會 認可你一次,這樣相對是降低了難度 即是容許你可以打了 我覺得這個是 見仁見智啦 即是有時掃毒都要撞一下 即是如果攔起上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遊戲,無論是美術,或是畫面 即是畫面看不慣,但其實看久了都OK 即是黑白兩隻顏色 其實最巧妙的,很多人說為何不彩色呢 我覺得這個遊戲如果彩色的話,他的效果不太好 反而現在維持在黑白,我覺得是更加顯示到這個遊戲特別 顯示到這個遊戲特別 那麼音樂方面都是我欣賞的地方 即是他一不就沒有音樂 他當他一有音樂的時候,即是無論那個氣氛是輕鬆、緊張、懸疑或者恐怖 其實他都是很貼切表現到當時場景的氣氛 跟大家說聲,這個遊戲其實是由一個人負責開發 設計 配樂 以及美術,全部都是那個人 這個遊戲的作者都很出名 簡單來說,他是之前在橫皮狗工作的一個人 橫皮狗大家都熟悉 即是你們最喜歡的,The large.us 什麼神秘海域 都是那間廠的 所以其實這傢伙是 受到橫皮狗老闆的高度贊賞 他基本上是一個人包辦的東西 當然配音那些不是他一個人 這個遊戲我覺得是值得一玩 但問題 他這個遊戲,這類遊戲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那個 可玩,即是重複遊玩度基本上是零 除非了解不同的結局或任務 因為這類遊戲你只能玩一次 因為 你知道劇情之後 你就沒有了那個懸疑感和氣氛 所以其實這類遊戲,你看人玩直播都OK 但你一定要看我這些高智力的人玩 如果不是卡成幾個星期 你不如自己玩好過 所以簡單來說,我又跟大家省了六十多元 大家可以看我玩完當自己玩完 就是這樣 我覺得唯一的結局解釋得不夠詳細 還有太多東西要自己露寶 我覺得這裡有一點點 我再看看這個位置 我們再看看龜波氣功 這裡 進不了去了 他這裡用龜波氣功 其實那個水銀和貝殼那樣東西 是要靠自己猜的 就是這樣 這次就完了 大家可能心目中的分都不同 但我自己覺得這個性價比和 給我的新鮮感 因為我沒有玩過這類型的遊戲 也有,但他這個美術 整個遊戲給我的風格 以及他用了黑Solo式的 故事 我很喜歡黑Solo那些 人類深處的恐怖 通常都是悲劇的 就是這樣 這次跟大家玩完 這個遊戲也不錯 因為觀眾推介的 偶爾觀眾都會推介到這類型的東西 這類型的遊戲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稍後三角殺再見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真的好聰明的話 看重播 沒辦法 我們就9點三角殺 還有下次第2個遊戲 看看再找到好遊戲的時候再玩 拜拜 拜拜